大家好,我是五仔,這一節要和大家討論佛禪 請大家給個讚好,支持我們廣播 我們這一節就討論教兒子 我也做過兒子,教得好嗎? 兩體吧,普普通通吧 打那些就不要說,今天就是有些話不能跟兒女說 如果說了的話,後果就嚴重 對子孫也不要說,兒子也不要說,對孫兒也不要說 大家也可以學習一下 有些小朋友小時候的父母有沒有說過 你長大也會做父母的 看看有沒有道理 跟大家說一下網友的問題,就開始我們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讚好 有人跟我說,其實很多佛經都是假的 如果全部都是真的話 就不會有人在地球殺那麼多人 我不是這樣看的 佛經我相信有部份是假的 有個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有些人說 唐三藏去取西經 天竺那邊的人說 這本人拿白銀來換 很值錢的 我們快點做個無間道逐集去看一看 佛陀翻外篇 又做個無間地獄 真的,不是開玩笑 然後又做一些別的人物 就像高達一樣 高達可以賣的 做一隻Wing Gundam 做一隻什麼什麼 Gundam 所以為什麼會越搞越多呢 為什麼會搞到滿天神佛呢 關公也也扔進去 當然要有 71特別版高達 有沒有見過 肩膀是7-11來的 麥當勞限量版高達 有沒有看過 台灣剛剛上個月出 我說這些不是無謂的 概念是差不多 總之有一件事可以賣 他就會把它變變變 新聞女王也拍續集 他便離開了那個本道 那個正道便離開了 我一直都說我是看原始佛教 我經常教人看佛陀得道 佛陀在世說的什麼 所以你後面很多 我都是當故事和大家談的 不過這麼說 佛陀有說過 萬法皆空 佛法有8萬4千個法門 很難說的 真的分分鐘 我說佛牌未必有那個能力 但是你看到他 你憶念起佛陀 又想到他的教誨 如何修正自己 這個又未必是壞事 當然你做到真是萬法皆空的 什麼唸珠你都不唸 不用掛在身上 心中有佛 那當然是最高境界 但是很多人 不同的根器 有些人問 他連那個智慧一般 如何學佛 這樣 他有感覺便可以了 如果你掛佛珠 天天在掛佛珠 天天在掛佛珠 在掃 然後掃 呼吸 他一樣是在收緊禪 真的有8萬4千個法門 為什麼越來越多 越來越雜 我終於都明白 因為香港 全世界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人 什麼性格都有 你可能那樣東西 挾到你的胃根 那樣東西挾不到我的胃根 這樣的意思 去到最後都是殊途同歸 要去到其岸 過到其岸 即是他現在要在其岸 之前要在碼頭上船 上船是佛法的 那我是坐的士來 還是坐地鐵過來 還是在另一邊坐飛機過來 不同的交通工具 載你過去 還未到其岸 現在在過程中 所以你說有些驚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各司各法各牙策 所以有人說 觀音借庫是不是很好笑 觀音大使財源何來 又如何借給眾生呢 不解 又不是這樣說 他應該不是給你錢 給你福氣 保佑你 那你說借庫是不是很好笑 應該來說 這個概念 他給你東西也不要緊 他給你東西也不要緊 但是你學法來說 譬如你在佛法裡學到一些厲害的東西 然後你把你得到的東西 譬如你在這裡拿了東西 你要來還的 記住你還 這樣就不是了 我現在給你東西 你代我出去散些東西給窮人 你這樣就可以了 我借了你的庫 你給我兩億 我真的給我兩億 然後我出去做善事 你再給我兩億 那當然也不少你那份 你放在這裡要經營 但是應該的概念 所謂的還神就是出去做善事 出去做善事是個主意 一行菩薩道應該是這樣 你要把所有的觀念扭回正 你要看六道波羅蜜 那些 報師那一方面 你對著公仔報師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說 你對著那個四面神跳舞 我也是奇怪的 所以有些是民間信仰 有些是真真正正的佛法 這些是很難分的 這些都過了漲化時代 我都說現在是末化時代 這麼容易啊 你猜 我講得出來 有人說 你那一套東西都挺OK的 真的 這樣就難得 我也是難得的 你真的聽多些人說佛法 不過很多都很好 你有心去學 有些真的讀佛學碩士那些課程 是很好的 朱松米那些都講得不錯 很多人都講得很好 好了 另外 有人問 不用你再進步下去 魔王波遜都快要問你了 為何在地盤上傳發 我昨天說 這個網絡網網 就是魔王波遜 帶人進魔道的地方 正空法師說 在禪定當中 看到魔王 魔王問他 你為何在地盤上傳發 他說 沒有啊 沒有啊 我不會進入你的魔門 你那個魔道 我不會進魔道 我為何會在地盤上傳發 他有一刻在禪定出來 他知道 他就說 因為在網上傳發 網上傳發 網上傳發 是一個令人壞的地方 有人問 五仔 你再這樣 你就會見到他了 我每天都見到他 他每天都來引誘我 剛剛又出了什麼AIAV 對呀 經常引誘我 會即時空 很多東西看 你看我看娛樂版 有多少娛樂新聞 全部都陰陰癢癢 很多東西看 然後有人罵人 我都會有情緒 是的 所以你在這個世界 叫做 凡性同居 性凡同居 或者叫做 有些人得了道 有些是普通人 是不是神仙才住在神仙那堆呢 不是呀 就算是五台山 文殊菩薩的地頭 化身的老人告訴你 我們在這裏 性凡同居 共住 什麼人都有 應該是這樣 沒有說 大家認識的 全部都是好的 人當然有不同的狀態 在不同時候 保持著自己 一火菩提心就可以了 有人認為 AI才是魔王 繼續把魔道 繼續伸延下去的方法 我認同 我真的認同 AI是一件很離譜的事 我告訴你 如果有人拿我的聲音 去騙人 是非常容易 因為我是一個 流量相當高 那個廣播主 整天我的聲音 說15分鐘 人們要說15分鐘 才能拿到我的聲音 就可以拿到我的聲音 我怎知道是15分鐘 一天都幾個小時 是不是 如果你是AI 那種壞事 就是 可能你很喜歡姜濤 拿了姜濤的聲音來欺騙你 然後出來 東菇頭肥仔 明明不是 硬吃 騙了人 意思就是 他利用他人的 事情 迷惑 這種迷惑 在佛法來說 根本一定是摩 和妖 才能做到的行為 是不是 但是人可以做到的 人可以做到的 那是怎樣 那是否給你一些魔法 去迷惑人 你可以這樣說 任何東西都是一把雙刃劍 他是好還是壞 看看你怎麼用 但是AI你想到好的方面 都是娛樂 事情 迷惑 事情 令大家遠離真實多一點的事情 是不是 你可以搞笑 都 沒所謂 你可以找 你真是弄了明星 年輕人都沒所謂 但是 壞的事情都佔多 現在的人都很厲害 我都說 科技 你拿了電話 你六七十年代 好像 James Bond 那樣的 其實你現在拿著軍備 你現在的衛星 你在哪個 你整個地圖出來了 你在哪個位置 前面有3D的地圖 我們每個人 現在拿著那個手機 比我們小時候 看叮噹 那些法寶 這些是神通來的 是天眼通來的 你和你的 姑姑 家人 家人 那樣 四五個家庭 可以看到大家 2500年前 這些不是神通 250年前 也是神通 25年前 也是神通 可能 他那個科技 是厲害 帶一些神通 給你 也帶一些魔法 給你 這些可以說 另外 有人問我 有沒有學姓名學 我以前 收錢 沒有人改名 現在不搞這些 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我改的 比如說 南美的名字 也是我改的 我改了很多名字 我對改名字 是有些 第六感 有興趣的 多說一些給大家聽 不過不說 這些是原學的 說法 我們今天說 有些說話 不能夠跟孩子說 否則你一輩子都會後悔 爛在肚子裡 寧願爛在肚子裡 這些是內地還是台灣的說法 現在別對孫兒外孫 和子女都不要說 老人家要收藏 我們先學一下 我們一個家庭 中年人就努力賺錢 老人家就在家裡 孩子就被老人家照顧 老人家大小孩 平時也有很多話說 有很多話題 人老了 嘴巴不收 因為 小孩子不懂 說了也沒有 或者老人家習慣 習慣他們是居高臨下 那個狀態 像老賣老也有 跟小孩子說什麼 禍從口出 會不會禍言子孫呢 先說一下老人家 再說到父母 不知你們有沒有試過 我被老人家照顧大 我先看看 看看 很多家庭矛盾 失敗的教育 都是由口裡開始的 所以 佛學裡有一件事 叫口德 是 你家裡有口德 其實家庭就有家教 有些話千萬不要說 記住 有哪些方面 他說 不要說 你兒女的缺點 說你父母 避免形象損耗 避免形象損耗 哈哈哈哈 怎麼辦呢 可能我媽媽和我媽媽一起聽我做廣播 哈哈哈哈 那我怎麼爆出來 哈哈哈哈 怎麼會沒有啊 這個世界 那你自己 那你自己 那你做人 做人 對 都要貼家才行的 是不是 做媳婦 一定說的 有一點微言 就告訴你 老人家 如果不說 那些子女的壞話 在那些孫子面前 不要一起住就行了 相見好和住難就當然了 這樣說 老人家的子女 就是那些孫子的父母 這一層關係 就是要搞清楚 那些小孩眼中 父母 是好的 是的 他小時候不懂得分 這樣說 你媽媽愛你 不愛你 都不懂得分 不是很懂得分 不是很懂得分 沒有比較 小時候 什麼叫不懂 是不是抱著你 一口叫不懂 扔你落地 不管你那些 是否疼不疼 不知道 拿藤條法 你一定不疼 那種愛 尤其是中國人 是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 是的 但是有些老人家 又跟你肯定了 那種關係 肯定了 就是 你媽媽 是不貼家的 經常出去打麻將 她說 三天不用 真的有很多話 肯定多 是的 都是這些 是這些 家事 是不是 那就不好 她說 那些小孩看你 爸爸媽媽會不起來 她說 你眼中原來是個壞人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洗衣服 瘋 我怎麼知道 我小時候也不知道要洗衣服 不知道 所以個人不太懂做家母 這是一個身教 當然是幸福 現在回想到小時候也是幸福 不過 你不知道 你以為那些是英分 對不對 這個就不好 搞到那個 孫子對父母的尊敬會大減 不要說你的子女壞話 在你孫子面前 你爸爸 很難道 你不要學他 是不是 你媽媽 哎呀 什麼的 將來她穿這麼小布 虧底 幸好虧給我兒子 那些事情 當小孩子不肯聽父母說 其實家教是很難成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 老人家 在那些孫子面前 說了一些子女壞話 搞到他們 你不聽父母說話 這是第一個 聽到也挺 是 另外 婆式矛盾 不要在那些孫子面前 你媽媽 又是你媽媽 你媽媽 是呀 最厲害的 就像你一樣 是這些 兩婆式 經常都鬥 沒有的 你沒有觀眾 就拘捕那些小孩子做觀眾 疼媽媽 還是疼媽媽 會不會這樣 那些孫子 你跟她說 你看看你媽媽 現在嚇老人家 如果你長大 像你媽媽那樣 你是廢柴 我告訴你 有沒有這樣的 這些例子 當然不好 所以我們經常說 尊敬老人家 學佛都是尊敬老人家 是不是 都是 你以為是嗎 大家說了 不是 是尊敬眾生 老的我們又敬佩 年輕的我們也尊重 年輕的我們應份去照顧 老的我們應份去關愛 是沒有分的 大家是眾生皆平等的 記住這件事 所以你年紀大 你對年輕的人 那些 不是 因為 你很有趣 那種感覺 一定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 看我爸爸媽媽 就覺得我爺爺媽 不懂事 你正常來說 我現在跟他們 大過我 我媽媽生我的年紀 那你覺得 我會不會覺得 他們倆很懂事 是不懂的 真的不懂的 但是他又會覺得自己是懂事 你要明白 其實他們那時候都是一樣 我爺爺會不會覺得自己不懂事 怎會不懂事 其實個人有個人的優點 對 個人有個人的優點 我要看到 大家都好那一方面 其實這個人才厲害 你要這樣 要不然大家互相 你不要學你媽媽 就糟了 你就說過那些壞事 恩將又不好 他媽媽一定有些好事 你什麼都說他不要學你媽媽 好的不學 他又不懂得分 好不好 媽媽叫你做功課 我又不做了 我媽媽叫我不要學你 然後 一會兒還打你 然後 是不是呢 都說他是壞人 就糟了 一個問題的兒童就這樣出現 很多因果關係 很多因果關係 在裡面 是啊 真的 大家自己的事 不要在孫子面前吵 做父母也是 你媽媽 什麼什麼的 你爺爺怎樣怎樣 很愚蠢 這些家庭磨心 所以我只是說 他人跡地獄 唉 有能力的 不要 對 要先想想這件事 要感恩 這些婆媳關係 基本上 我告訴你婆媳關係 源於什麼問題 豪門就另計 豪門就沒有本事 有本事 要不要和我爸爸媽媽住 是不是 所以不要搞這些事情 其實很大的感恩在這裡 我也試過搞不定 回去找爸爸媽媽住 我也是不滿意 沒有辦法 你也很明白 人去到某些年紀 你不能夠這樣寄人離下 然後還要爭 鬧 怎樣生活 唉 人要有目標 你知道這些苦 怨憎會 八苦裡面的怨憎會 你要離苦 你不要在這裡困 量子糾纏死局 困了幾十年 真的 有些人 拿刀斬 你看新聞 跟你說笑 好了 錢、錢、錢、家庭、財富 不要在孫子面前說 前局長孫元父的話題 被大家關注在內地 是不是 有些在上面有元父 拿家裡的錢給別人看 很厲害 只有幾歲的都有 在內地 他自己天生會元父嗎 當然大人是這樣的 他才這樣做 我小時候沒有元父 我也沒有錢 要元都可以元 但我們以前不流行這些事情 不是 我們那個年代 父母 爺爺爺爺爺 都是在內地走下來 有多有錢 對不對 一來就 以前的世界 也沒有那麼元父 你也不知道給誰看 你現在做明星很容易 你在網上 脫著褲子 又說幾句髒話 罵五仔 就做明星 被人認識 很多人認識他 罵我 我意思是 可以的 這是一個方法 你以前不是這樣 你要登報 你怎麼做明星 你給誰看 沒有的 所以那些主婦 這麼喜歡去打麻將 給那些主婦看 他們只有幾個觀眾 現在不同 現在不同 那 你搞這些元父的事情 你把那些個人 家裡那些 我們這層樓很厲害的 私人樓 幾百萬 那些同學你怎麼住 住公屋 很喜歡說這些 有些家長 很難說 很難說 就是來自於自己的沒有信心 為何要經常覺得自己聰明 對嗎 你感恩就可以了 其實你很厲害 不是說 你看看 我們高人一等 你一招都可以 沒有的 沒有高人一等 眾生皆平等 如果你這樣想 自己怎麼欺負人 遲早走回頭 飯也沒得吃 是啊 走去投胎做機民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人來捐助我 你有沒有捐助過人呢 上世 你有錢的時候 拿來浪費 那就慘了 一定要做多些善事 你教小朋友 從小朋友開始教起 我很老實說 我沒有愛的教育 沒有 我小時候 對生命的同理心 很差 很差 所以你小時候 一定是要 家長教得好 所以其實家人 有些信仰也好 有些正教 譬如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也可以 不要太過分 因為其實 很多教派都有一個很正統 大概是怎樣 你唯獨有一些 你去到 不知道 什麼為之是對的 什麼為之是錯的 其實佛教也很難 總之 我告訴你 對著小孩子 不要發掘自己的家庭背景 發掘自己的收入 我們教孩子要低調 不要動一點 就說 我家裡有很多錢 有很多錢 我們家裡有很多錢 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不要 死定 因為小孩子 他本身重大了他的貪念 人有三毒貪真痴 我小時候 我那個貪欲大到 是會發神經 扭計買玩具 如果我 我生的兒子是這樣 我會用一槍打死他 不要跟你說笑 我覺得自己小時候很討厭 但那種是苦 那種無名的苦 我很想要 十二銀元那裡便通 我愛 然後想娶 想佔有他 想得到 那些物獄 我長大的時候 沒有物獄 那些物獄 不知道 其實 你當什麼都買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什麼都不重要 小時候 和我小時候也是 譬如20歲的時候 沒什麼錢 去買東西 買完之後 很想要 真的 很過癮 但當你發覺 其實 都是這樣 都是來來去都是這樣 可能買到 夠了 買到夠了 有什麼機器 還沒打過 有什麼公仔 還沒玩過 只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這些小孩子 如果養大了他的貪念 我見過一個很嚴重 他爸爸沒有什麼錢 也不可以 有些錢 我記得是駕垃圾車的 他爸爸駕垃圾車的 我們和村 和屋村在下面玩過 那個肥仔 爸爸叫他幫忙買咖啡 現在也有很多錢 不要說以前 我說的是三十年前 可能不至三十多年前 我當時只有幾歲 那個肥仔 每次幫爸爸買咖啡 我爸爸在冷行裡打麻將 接著 把五塊錢給他 我說買吧 幫我買吧 買完那些 找回來的 當他零用錢 那個年輕人只有幾歲 說他家裡的玩具多到 我很羨慕 我相當羨慕 他那時候吃的 那些核彈 很多朱古力 麥提沙在裡面 沒有現在的糖 只有糖 有麥提沙 類似的 他包包都沒有拆 他只是玩玩具 有三四十包 這個年輕人太富裕了 但性格不太好 之後之後 當然不太好 原富 老人家也不太好 家裡自己也不太好 不需要學這些 理財就要學 你告訴他這個世界多艱難 有些人發財不立品 找到錢 遠無倫遲 有些人也是這樣 家人也是這樣 我兒子 將來一定是怎樣 神經病 你兒子一定不學壞 哪有一定怎樣 你有錢也未必供他 讀書也未必好 讀書也未必好 人間無限分支線 善惡 無限分支線 無限分支線 一到人生交叉點 一選錯人 讀書也好 不讀書也好 投胎也未必可以 真的認識一些人 投胎 家裡 書香世代 家裡也不錯 去賣白粉也有 認識一些壞人 所以這些 什麼可能性都有 教一些小朋友 對世界有貢獻 我比我自己參透 都是在佛經上 做人上班為什麽 沒有人懂得說 以前也不懂 二十歲頭也不知道做什麽 家裡也沒有人教 不上班哪有飯吃 我媽媽答案 不出去工作 有錢吃飯 有錢交租 一百個家庭 一百個答案都差不多 沒有錢 上班不是賺錢 上班是服務眾生 是 從服務眾生四個字 你找到發達的契機 你不知道上班做什麽 只做了別人的棋 你教小朋友 一定要教他後面的原理 但很多人根本連自己都不知道 大人 沒有 以前好像九七年前 那些人傻傻傻 就發達了 如是朗口 香港當然是炒東西 不炒東西 哪有前途 你怎麽教小朋友 你一定經過失敗 那些人不懂 那就慘了 跟那些年輕人說錢 另外 不要說隔壁的小朋友 避免各種對比 唉 從小到大 我的故事真是漂亮到不得了 拿來做編劇 我小時候隔壁的那一對 寫故事一樣寫出來 很窮的家庭 兩個都讀書很厲害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但是是否讀書很厲害 當然是不好 後來看到一些事情 我們長大的時候 我讀書就不好 結果好嗎 比起很多人 如果你真的知道我實況 當然是好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不要拿別人來比 就讓你看到真理 真是搞不定 不過這樣 不過這樣說 不能夠說一觸高打船人 我也收回以前某些言論 讀書是很重要的 有一個學校 但是學校最重要 不是裡面的知識 是學習人與人之間 那種相處 我又再用回我隔壁屋的例子 其實呢 很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拿獎學金 很厲害 到大學 做教 很厲害很厲害 後來什麼原因 很差很差 不要說為什麼做了什麼 大概感覺上是 以我去瞭解 就是 跨待貧窮 出去被人杯葛 搞到人精神失削 所以 做人小孩的時候 就算你沒有 你不是那些階層 你不是那些階層 你去收別人的資料回來 你沒有東西用的時候 有時候有得吹 這個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就是叫家人 不要拿隔壁的小孩 和你比較 不要比較 有人被人比死 但是我真的說到 因為我太大的刺激點了 我隔壁屋很厲害的讀書 但是後果就是自負的 很可憐的 那麼 我意思就是說 有些人 你讀書 如果你不能讀 這些是跟人家交往 你死讀書沒有朋友 你出道的社會都是一樣的 是很殘忍的 這個世界是 購買那些偉小寶 那些長頭草 是生存得到的 如果這個人獨立、獨行、獨斷 是死硬的 沒有人聽你說的 沒有人幫你做事 你一個人做事 除非你厲害到 真是 呂報也會死 看完三國志之後 呂報也會死 但是你身邊多朋友 你一群兄弟 有不同的說法 讀書 我只能這麼說 學校你不上學 其實是會做壞人 所以上學也很重要 對了 不要比較 免得 旁邊學了100分 你只有80分 為何你這麼差 你又不懂教 搞到自信心都沒有了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但是很殘忍 你上學本身就是一種比較 考第一和第二都是比較 第一那個會不會很成功 第二那個 我們這些異類 考到最後都是這樣說 也不會 不是差的 雖然 有些事情都不太好 所以人是要不斷努力進步 每天學習新的東西 現在也是一個學習的情況 不要跟小孩子說些晦氣的話 負能量 從小開始被你種 這樣去養孫子 養兒子就不太好 是啊 那些中年的父母就上班 忙到死 老人家 沒什麼做就看手機 就在發放有時候假的信息 負能量一大堆 什麼都說 那些小孩子在學校被人欺負 那些 表面上是分享一些東西 但可能是說那些東西 跟小孩子是錯誤的信息 都不知道 怎樣呢 應該怎樣呢 嚇到他們 或者被人劏了 你看看同學殺了人 被人賣了 你看看 嚇到他們 那些人是嚇大的 哈哈哈 有老人家的家是嚇大的 穿衣服就凍死你了 哈哈哈 不吃飯你會死的 你會死的 經常都說死 死什麼呢 死 被人偷吃飯 不會死的 每天都不吃飯 每天都害怕 晚餐不吃飯 其實是有益的 教我吃東西的人 也有很多晚性病 真是慘 這個世界真是 真是瘋倒夢想 是的 所以 其實你看到 教兒子 教孫子 不只是不要說什麼 你要學東西 人要聰明才行 聰明才行 聰明人 有聰明的後代 聰明的人 有聰明的後代 聰明不聰明 你不要太怪責 他也怪自己 教育 白紙一張走過來 為何理解那些人這麼壞 為何理解那些人這麼壞 就像自己沒有份 哈哈 為何我生的兒子這麼壞 也怪自己 也有 但不要說這副氣話 不要就做好 我試過一次 最夠僵的 對著別人的媽媽說話 因為那個媽媽 我也不太喜歡她 剛巧被人撞破了 在家裡 跟女兒一樣 懶有型 我講一些 突然間 師父到了 她說 媽媽撞破了 我說 你這麼好 你家裡坐下 什麼 然後她說 哎呀 女兒這麼乖 我也不懂得教她 不過我教一下她 我說那句 真是頂心慘 以後 以後都不見了 誰都不見了 那種說了什麼 我說 不懂做人媽媽 就學 不懂就學 誰一出生就懂得走路 哈哈哈哈 呱呱 她很震驚 好像我說的 突然間 哇 好像被雷劈一劈 你不是應該討好我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人是要學習的 不要這麼沒有責任感 經常說 那些女兒怎麼可以 老師你跟我教 那些同學 你教她 認識良師益友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沒有份 那些小孩子的學習 當然那些父母 爺爺爺爺爺爺有份 當然有份 另外 說父母 剛才說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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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教原父之外 不要在她面前盛窮 哎呀 這張志恆做到 全都捉了 我們說娛樂圈的時候 父母要承擔生命的開支 是一件偉大的事 這是責任 是不是 有些父母生 孩子出來 怕她不懂得感恩 經常跟她說 你看看 撈面很貴的 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20元三個 你懂得賺20元嗎 你 找一元來看看 一元你也不懂得賺 糟了 你這樣教孩子 當然不行 所以經常跟孩子說 很窮啊 我們家裡沒有錢 是啊 這樣是不好的 一種情緒的宣洩 可能都是教育方式 如何規範她花錢 不要亂花錢 做人要老老實實 要感恩 要體諒父母 要回報 但是這樣 又不是完全適合 因為子女灌輸太多想法 小時候的人很自卑 唉 真可憐 當然自卑 露面也吃不起 有些人說汽水不買 有些人跟你說貴 有幾貴 那個貴的那一元 你不懂得看 在超級市場很多 這些婆娜素 這個三個九 那個七個四 那個欠多少錢 欠幾元 真的欠幾元 你教她這個底那個不底 那張消極就說 家裡沒錢啊 敗家仔 硬來 心就是要收 就是 平常心 學佛一樣很正 那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 事情沒有說是 歪一邊的 但是這些香港人經常說話 尤其是特別負能量 又加些粗口 那件事明明都不是那麼粗暴 是要加些器官 去誇張 那件事 廣東人也是這樣的 是的 另外 不要經常呼呼喝小孩 搞得他們出來的人 沒有了自信心 是的 出來又容易被人欺負 即是被人渴渴 我父母在家裡渴渴 我就不敢動 在外面被人渴渴 也是一樣 是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是的 這個小孩是要培養自信心 出對 怎樣跟人相處 那個有排學 家裡多給一些愛 就行了 不要傷害他們的自尊心 這是很重要的 一些人說 笨啊笨到死 你沒用啊 你做乞丐啊 大哥 我不知道聽多少 這些 我剛才說的那些是 combo來的 年紀來的 做乞丐啊 做賊啊 吃白粉啊 五年激了 一句話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傷害性 是的 我有時候 小時候在想 我也挺沒什麼的 我長大了 我長大了 是不是真的會變成做道友呢 哈哈哈哈 還是會做罕匪呢 還是會跟壞人呢 為什麼他們對我 有這樣的期望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說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說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把他扭成 有時候也變得舒服 哇 很正面啊 但是我一句都沒聽過這些 小時候 完全沒有 是的 不知為什麼 人家說生孩子要拿牌 那個牌 那個牌 那個牌怎麼拿呢 那個牌可能就是 你對這個世界 你才知道那些字眼的能量 有些是正 有些是負的 有些是說出來會傷害的 有些說出來是會昇華的 無論是你兒子和你 和你的關係和你的家庭 都會昇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發洩 外面做事辛苦 回到來 當然是罵你 爆瓶 我見過一個爆瓶 拿玻璃瓶打女兒的頭 那個女兒是美女 和我劉心悠一起出道 是明星 兜頭兜頭 扮的玻璃瓶 打了兩枝玻璃瓶 我們半夜去救人 那個時候 這個世界 你說父母 人家懂得教 用玻璃瓶教 我真的見過 對不對 所以這些要說一下 要說一下 還有 不要挑撥 大家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你和你老爸 你老爸沒有好東西 你親他不要老母 就說這些 你們全都是一個團隊 在裡面當中 有多少挑撥離間 對嗎 好像這個和這個 比較好 這個和這個 一火 人多就是麻鬼 慶幸 慶幸自己 無村無難 個人受到佛陀的災教育 可能加上有些基督的慈愛 那個人就脫離了苦海 那個苦海其實是在這裡 在這裡 那個地方在這裡 不過你解釋 你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然後你就脫離苦海 這句一定要聽起來 其實他們是愛你的 他們只不過是不懂得表達 他們的愛 因為他也不懂得做人 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 你不是指責 你要接受父母也不是聖人 如果父母是聖人 可能他不生你 他生了你 因為原因在我們那一代 也是很離譜的 沒有啊 我們那一代 都在那個時候生孩子結婚 如果這些話 出在我的口中 我真的想不到 因為我一向都是 人不做 我才做 人做我不做 人做你又做 不是這樣 他們那年代是這樣的 我以為 我以為 其實都是這樣想的 我以為是 人做我不做 其實都不是的 你流行的事情 我都會做的 不過他們那些人生大事 不是整個髮型這麼簡單 唉 所以說 每個年代有不同難處 做老母 做老爸 做子女 都是 這個年代經常說 越新的人越幸福 其實不是的 物質多不是代表幸福的 越簡單越幸福 你現在的人 怎麼知道多幸福 我那一代是算幸福的 有得吃 有得吃 見過世界 未是最陰暗的一面 自從有了網絡之後 開始極陰暗 好陰暗 非常陰暗 在一些無形的壓力 會令到別人輕生 這樣 這個 真的要多得佛法的加持 令到大家 生了智慧之後 遠離這些事 是的 看通看透這些事 你就沒事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裏 是的 很多事情跟大家說 其實都想 下次再談 拜拜